你好,我是安利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Elon Musk 这是关于他的第二个视频 很多人知道他都是因为Tesla汽车 因为在2020年Tesla汽车股票疯涨 所以如果从市值上看 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商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Tesla几乎都是在破产的边缘 才一路走到今天的 所以今天我就分享一些 关于Tesla汽车的故事 要说的Tesla电动车 必须要从两个人说起 他们就是Mark Toppenning和Martin Eberhardt Mark和Martin都是硅谷的工程师 他们俩曾经开发过一款电子书 名字叫Rocket Ebook Reader 就和后来Amazon的电子书Kindle特别像 在2000年他俩将这款电子书卖掉 价格是1亿8千7百万美元 后来在2003年 他俩又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 名字叫Tesla 而这个名字也是来自于 一位天才发明家Nikola Tesla 我们现在能够使用上交流店 就是要感谢Tesla 所以Tesla公司真正的创始人 并不是Elon Musk 而是Mark和Martin 他们两个在做电子书的时候 就对锂电池有所了解 知道这种电池有很大的潜力 他们希望能够把锂电池 也用到电动车上 随后Martin就看到了一辆电动跑车 名字叫T-Zero 它是在1997年 由EC Propulsion公司生产 总共就生产了三辆 T-Zero也算是Tesla 低量汽车Roster的概念来源 当时T-Zero的设计就非常的时尚 使用的是跑车的外形 如果把它的车身变成红色 看起来就跟法拉利差不多 实际上T-Zero不但看起来像跑车 跑起来更像 它从静止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 只需要4秒多一点 而这个加速 比很多使用内燃机的跑车还要快 而在最高速度方面 T-Zero可以达到140公里每小时 Martin看到这辆车以后 非常的兴奋 他马上就找到了这家公司 但是到了以后发现 这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 马上就要倒闭了 然后双方就合作方式开始会谈 但始终是有不同的意见 最后Martin决定还是自己来坐车 但他同时也获得了T-Zero的技术授权 当时的T-Zero电动车 使用的都是千酸电池 于是Martin出资 让AC Propulsion制作一辆 使用锂电池的T-Zero 在2003年的时候 Elon Musk经过朋友的介绍 也试驾了这辆T-Zero 他试驾完以后就爱死这辆车了 没想到电动车也可以跑得这么快 他当时就想投资 但是和Martin一样 双方的合作还是没有成功 最后机会就落给了 Tesla公司的Martin和Mark 因为有了T-Zero的试驾经历 Martin很快就同意投资650万美元 同时他也成为了Tesla公司的董事长 Martin和Mark后来回忆说 他们当时是接触了很多投资人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给他们感觉都是 这两个人一定是疯了 因为机车行业的壁垒实在是太高了 想要建立一家新的汽车公司 比开一家银行还要难 在美国 总资产超过3亿美元的银行超过2000家 而汽车厂商的数量 用手指都可以数得出来 但唯独Elon Musk觉得 他们的想法很不错 因为他当时已经成立了SpaceX 正在研究火箭呢 所以跟他自己比起来 电动车的风险都算是小 所以Elon Musk是一个风险偏好非常高的人 有了钱以后 他们就开始设计第一辆汽车 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 就靠他们几个人是不可能做出汽车的 所以必须要跟一个真正的汽车厂商合作才行 于是Martin和Mark就联系了英国的一家汽车公司 叫Lotus 因为他们旗下有一款非常经典的跑车 叫做Elite 他们是希望能够使用Elite的外形和技术 来设计他们第一辆电动版跑车 最终双方在2005年7月达成协议 Lotus同意帮Tesla生产和设计汽车 当时Tesla汽车就制定了非常清楚的策略 也就是从高端的跑车开始 这样不但有助于品牌形象 还能保证利润 然后再开发价格较低 面向大众市场的车型 此后Tesla公司一直都是在执行这个策略 Tesla团队将主要的精力 放在了电池的研究和汽车的设计 最终在2006年的一次车展上 他们公布了第一款车型 Roster 这是一款纯电动版的跑车 不但外行驶上 而且性能也非常好 它冲一次电可以行驶390公里 而且最高车速超过200公里每小时 而这些数据也改变了 所有人对电动车的印象 结果这款车对外披露以后 是非常的受欢迎 很多人是排队交付定金 Tesla因此也获得了大量的额外的资金 但是制作样车和量产 是完全两个概念 Tesla因此也爆发了一系列隐藏的问题 这其中就包括成本过算不准确 变速箱设计有缺陷 质量存在问题 还有生产延误等等 最后Elon Musk是解雇了公司的CEO 也是Tesla公司的创始人Martin 两个人后来为此还打起了官司 不过后来Martin还是撤诉了 双方在私下达成了和解协议 Martin也同意 以后不会再对Mask进行任何的评论 这种投资人和创始人之间的纠纷经常发生 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已经说不清楚了 但是Elon Musk的麻烦可远不止如此 首先就是生产时间一拖再拖 客户的钱早就已经收下了 但是到2008年交付的汽车也没有几辆 其次他就是发现公司已经没有钱了 新车原计划的研发费用是2500万 但实际上就花了14000万 当他想要寻找更多资金的时候 美国又爆发了金融危机 这也是自1929年大校调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Elon Musk在事后的一次采访中说 他当时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 是让Tesla倒闭呢 还是继续让他在痛苦和折磨中生存 最后他的选择是让Tesla继续生存 但他面临的痛苦可远不止如此 也是在2008年他和他的妻子Justin离婚 而且就在同时SpaceX的发展也不顺利 公司成立了6年时间 烧了很多钱 进行了三次实验 而且全部失败 如果没有更多后续的资金 SpaceX也将会倒闭 而面临如此多的困境 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Elon Musk说2008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此时的Elon Musk已经将卖PayPal所占的 1亿6000万全都投到了两家公司 但他决定再度最后一次 他又卖了一些资产 凑了最后的2000万 但他需要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 也就是Tesla和SpaceX到底应该就哪一个 Elon Musk最后选择两个公司都要救 他找到了Tesla公司现有的投资人 要求他们增加投资 投资人当然是不愿意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出资 Tesla就只能选择倒闭 那么之前的投资就只能损失掉了 而且Elon Musk做出承诺 他会将最后的一点钱也投入Tesla 最后经过艰难的谈判 终于是在2008年圣诞节之前 又募集了4000万 Tesla总算是暂时活了下来 但是即使有了这4000万 他们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新车的研发和生产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他们必须寻找更多的钱 在2009年5月 德国的汽车公司答应了 同意出资5000万美元 换取Tesla10%的股份 2010年1月 美国能源部借给了Tesla CE6500万美元 用来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在2010年的6月 Tesla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它成为了NASDAQ上市公司 当时每股发行价是17 募集到资金2.26亿美元 其实Elon Musk并不喜欢上市 因为这意味着公司需要公开大量的信息 包括财务资料 但是他也知道这是让Tesla继续活下去 必须要走的一步 因为资本市场为资金募集提供了很多便利 否则对于像Tesla这种 需要不断烧钱的企业来说 早晚会因为资金短缺而倒闭 我们来看看Tesla到底有多需要钱 或者说它有多少钱 从2010年上市至今总共10年 大约平均每年就进行了一次股线融资 这其中还不包括债权融资 所以上市对Tesla来说真是太值了 但是虽然募集的次数很多 募集到的钱并不多 因为股价不高 但是到了2020年 集会中以来 Tesla股票价格大涨 Elon Musk在这一年连续融资三次 募集了120亿美元 在这一年募到的钱 是之前9年所有募集金额的两倍 那么对于现代的Tesla来说 有了上市公司的光环 又有了资本市场这个替换机 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当然不是 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到来 从2008年至2012年 Tesla总共销售大约2500辆Ross Elon Musk也达到了他的目标 就是证明电动车驾驶起来 可以和传统汽车一样有趣 此后呢 Roster这款车型就没有再继续生产 他们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到了下一代车型 Model S Tesla在2009年法国的车展上 第一次公布了Model S的样车 这款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续航时间更长 加速更快 汽车性能在各个方面 相比Roster都有所增加 而且价格也是更便宜 算是Tesla向大众市场 卖出的第一步 Tesla对这款车也是充满了信心 相信它一定可以大卖 但现实有的时候就是残酷 当Tesla已经把生产线准备好 准备全力以赴生产 按时交付汽车的时候 竟然发现没有人下订单 客户不愿意下订单的原因很复杂 有人是担心汽车保持率不高 而有的人是担心汽车质量有问题 因为第一代汽车Roster 难免会有质量方面的问题 而且也发生过汽车召回 此外网上关于Tesla 汽车质量和公司的负面新闻 也是层出不穷 既然没有了订单 工厂就只能停产 他们对外宣称 工厂是在进行定期维护 因为一旦走了消息 就会影响投资人的信心 进而就会影响公司的股价 但这种消息 对于上市公司 怎么可能做的滴水不漏呢 华尔街的基金公司 开始做空Tesla 其实Tesla和做空基金的较量 从上市第一天就开始了 当时很多传统的汽车厂商 还有投资人 根本就看不上这家公司 他们认为 这只是一家烧钱的公司 等钱烧完了 游戏也就结束了 所以在当时的资本市场 很多基金都在等着Tesla 宣布进一步的坏消息 而在Tesla这边 他们也在想办法应对这次危机 Elon Musk让所有的人 都放下手上的工作 不管你以前的工作是什么 现在每一个人都是销售 他们给每个 已经交付定金的客户打电话 说服他们确认购买Model S 同时他还联系了 他在谷歌的朋友Larry Page 他也是Google的创始人之一 如果Tesla不能闯过这一关 他希望Google能够收购Tesla 但奇迹还是再一次发生 员工们的销售工作 做得非常出色 2013年5月8日 Tesla发布了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 震惊了所有的做空基金 他们在2013年第一季度 交付了4900辆Model S 实现了收入516000万 利润超过1000万 这也是这家公司成立 10年以来第一次实现季度盈利 当然和谷歌之间的谈判 也没有再继续进行 而且Tesla的市值 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份报告是让很多 做空基金损失惨重 但是做空Tesla的公司的人 从来就没有断过 他们前夫后妻 倒下了一批又上了一批 而Elon Musk和他们之间的恩怨 也一直在持续 按照他的性格 做空基金投资失败以后 肯定是要嘲笑一下 比如说在2019年 他就曾经发过一个推特 里面就提到了一个 一直在做空Tesla公司的基金 名字叫Greenlight Capital 而他管理资金的规模 从150亿缩减到了50亿 其实类似的基金还有很多 直到今天 他们也是一直都在做空Tesla 而且金额都不小 比如说在2021年 华尔街的投资人Michael Burry 就是重仓5亿美金来做空Tesla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 人家做空的具体细节 例如做空的价格是多少 其实只要你价格不合理 就是有做空的机会 但是有这么多投资人 开空Tesla 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Tesla这家公司上市10年 一直在亏损 从来就没有真正盈利过 2017年1年就亏损了 接近20亿 2018年亏了接近10亿 2019年又是9亿 到了2020年 终于是第一次实现了全年盈利 但靠的并不是主营业务汽车 而是靠卖碳积分赚的钱 因为目前在很多的地区都实行了一种积分制度 用来鼓励汽车厂商生产和销售环保型的汽车 因此Tesla就获得了大量的积分 很多传统汽车厂商为了避免罚款 就向Tesla来买积分 没想到这反而成了Tesla的主要业务收入 比如说在2018年 Tesla光是积分就卖了4亿 2019年接近6亿 2020年更是达到了15.8亿 所以如果没有积分收入 Tesla在2020年将会是亏损8.6亿 而且这么多的积分收入也意味着 Tesla主用业务汽车的亏损比账面还要多 而且这种靠积分赚钱的日子也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越来越多的传统汽车厂商 也都开始生产电动车 他们以后也就没有必要再向Tesla来买积分 不管Tesla的汽车未来会怎么样 但有一点是肯定了 它凭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汽车行业 那么在未来内燃机汽车会消失吗 如果会的话 它又会在什么时候消失呢 我们在以后来仔细说这个问题 感谢观看